TV 老庄 是你啊 什么反应啊 一副很不想见到我的样子 我想见你 想见你啊 我还不想见许光汉好不好 我也看到许光汉啊 特别想见你 这个我即一开始看到这个 最早上台的李雪芹 讲了一句话 我听完之后 我特别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你 什么话 就你在我心中啊 是很美的一个人 也非常的时尚 祝你早日找到你的先生 好吗 谢谢 你都是时尚先生了 还不也是单身 不讲这个 就是我别了解 不管单身 不单身 不管身边有没有一个先生 你自己一个人都可以活得很美丽 没错 而这个生活不就是电影要带给大家的生活吗 就在电影里 来 我们现在要开启年度电影演员的荣誉 请看大屏幕 慢行潜着 使智者的修养 不疾不徐 且更多神神 去深思 去雕主 用信仰 累积专业的机制 于光影间 慢品人生 她是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戏骨机演员 凭借处女作 及提名 嘎那影后 她从小人物出发 用行动 书写演员的自我修养 更是凭借精准的选片眼光 为大家呈现多部现象之作 真实自然 不负热爱 她就是 年度电影演员 谭卓 她因舞 而结缘银幕手效 以独特而又势不可挡的生命力 受到业内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她的表演 集剧风格 收放自如 在众多热门电影中 留下令人难忘的角色 成为难得一见的多面演员 少年有为 头角真容 她就是 年度电影演员 银房 有请年度电影演员 谭卓 银房 上台接受 荣誉加冕 再次感谢开启 同时来谭卓和银访两位感言 特别感谢时尚先生的这份青睐 我觉得电影和时尚行业有个 这两个行业有个非常相通的地方 就是他们非常需要生命力 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工作 给我们带来永远不败的活力和激情 所以也愿时尚先生永远长青 愿中国电影更加澎湃 谢谢 首先非常荣幸能跟谭卓一起拿这个荣誉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分量 然后首先感谢时尚先生 颁给我这个荣誉 然后期待明年和未来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 再次把祝贺的掌声送给谭卓银访 希望明年我们电影院见好不好 来大家共同努力 马上